都有吧 我是把它放在我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有个Dreamweaver的这个 那你把它开起来看一下 里面的大概的介面部分的就是在body里面 那程式部分的话就在上方 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CSS 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地图里面的CSS做布局 比如说包含这个地方可能可以改的部分 像是这个wise wise部分如果说像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这边如果说你要更改成 让它自动调整宽度的话 符合每一种device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 这个Div就是我们将来要显示地图的位置 那它里面有CSS 其实因为很方便 它会看到这边有个CSS针对这个Div 进MapDiv去做设定 那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或者右下角这边有一个什么编辑 这个我想不知道应该各位 如果常用那个Adobe的软体 应该都会很熟悉这种方式 那里面的话它有个方框 这个方框多大呢 wise如果说你要把它设为自动调整的话 这边有个auto 你就把它设auto之后 将来它就不会固定在280了 你如果把它及时看一下 那这个地图就会随着我们的拉大拉小 自动会调整 这里面当然可以自己再去调一下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Sample 我觉得这个范例里面可以改出很多花样 而且这一点光这一点就已经很很棒了 为什么因为光我们要自动让地图调整大小 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方便 那在这里其实很方便 它可以符合每一个 那底下有个Netbar 这个Netbar的话 也就是说每一只手机反正都在下方 它固定在下方 那地标也会出现 OK这些都有 而且调整这个也很简单 不用再额外写 它自己又出来了 OK 第一个 各位了解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都会写在上方 就是在那个JavaScript的区域里面 基本上JQuery Mobile的那个 它的一个结构 我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以后如果各位想要多了解的话 一定 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个 钱的符号就表示是 JQuery Mobile的它的那个物件 大的物件 你要去使用韩式库 就是就是一个钱的符号了 那里面呢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这边这个地方实际上 这个Function的主要作用 有点像Uncreate Uncreate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里面我们会去连结 这边会有一个 所谓的Bug